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加玛再次因肺癌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悉 加玛在上周二开始一直感到胸痛和呼吸急促 最终被送入太子阁医院接受强化治疗 根据报道 加玛形容这场战斗十分艰辛 他表示 自己已无法负担昂贵费数万令吉的治疗和药物费用 他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说 我需要接受医院医生的强化治疗 由于药物剂量很高 每次服用都会导致头晕目眩 使我难以像往常一样进行日常任务 医生和护士更密切地监测我的情况 因为最近胸痛有所加剧 此前 由于工作负担过重 加玛的健康状况自2022年9月17日以来一直恶化 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加玛也向所有认识他的人道歉 对于在政治和业务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变和错误 表示歉意 副首相拿督斯里亚为扎西提议制定一项新法案 以确保在大选后组成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治理 并保持稳定制建满 他今天出席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研讨会后 召开记者会如是指出 我建议提出一项法案 如果一个政府是由一个政党或与其他主导政党的联盟组成 并得到国家元首的预准 那么他应该一直持续到建满 他说只要引入这项法案 政府便能够专注于治理国家 不受无休止的政治干扰 否则我们可能会经历之前发生的事情 在建满前发生政府变更 这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好 此外 巫统总秘书拿督阿斯拉夫表示 巫统已成功修改党章 阻止其旗下国会议员跳槽至其他联盟 或支持非党指定的人选出任首相 阿斯拉夫在周五发表的文告中强调 这一修改是为了回应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后 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局面 他指出 巫统在去年已经修改党章 并在第15届全国大选前 要求上阵的候选人签署了与反跳槽法令相关的协议 根据新的党章规定 巫统党员在当选国会议员后 如果加入巫统以外的政治联盟 将自动失去党籍 这也包括与敌对阵营签署协议组成联盟 因为这被视为违反巫统的立场 任何违背党议员的人士都将被要求自动退党 并辞去国会议员职位 阿斯拉夫指出 反跳槽法令下 党员在失去党籍后 其国会议席将自动悬空并进行补选 为了加强这一规定的执行 所有巫统及国阵国会议员 在大选前都已签署了协议 规定叛党者将支付1亿令吉的毁约金 他补充说 毁约者将面临被追讨1亿令吉的毁约金 就像前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的案件一样 高庭裁决他毁约 必须支付给公正党1000万令吉的毁约金 国会在野党领袖韩沙在努丁 对于所谓敌败行动并不知情 他发文告表示 有关指控是由有心人士捏造的 对人民毫无弊异 并以不点名方式批评提出指控的 社区通讯局JCOM 韩沙在努丁指出 敌败行动目前仍在社交媒体传播 他质问是谁首次提出这一事宜 是谁首先感到慌张并向警方报案 他还认为在野党并未获得足够支持 并批评他们试图在国会提出 不信任动议的行为 单靠政治言论无法解决人民的问题 一味的指控也非解决之道 他表示 政府必须承认存在许多管理方面的疏失 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采取切实的措施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他呼吁政府采用手中的权力 解决当前经济不景气的问题 而不是吓跑国内外投资者 此外 韩沙在努丁强调 政府需要公平对待各方 遵循民主程序 不随意诠释法律 他警告政府不要吓唬人民 而是以真诚认真和公平的态度建设国家 他表示 不管是在野党朋友还是支持者 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成为敌人 因此 他呼吁当局以诚恳的态度 努力解决国家的经济 社会和安全问题 以获得人民的信任 前首相马哈迪 目前在接受印度电视台 Fancy TV采访时 发表了一系列争议性言论 他表示 大马社群中华裔和印裔 似乎未完全忠于马来西亚 并认为他们应当成为马来人 马哈迪在采访中指出 大马华裔和印裔 仍将自己视为原籍国的一部分 而他期望各民族 能够将自己视为马来人 而非仅仅是大马人 他强调 在任何国家 如果个体要声称 自己属于该国 就必须将自己视为原住民 并且他举例 称许多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 阿拉伯和非洲的人 如今已经成为马来人 说马来语并遵循马来文化 他强调 大马属于成立马来西亚的人民 部分人士认为 自己是印度人或华人 完全不说本地语言 且拥有自己的学校 语言和文化 马哈迪回应过去 他任内似乎没有 类似问题的提问时表示 当时华裔和印裔 并没有声称 这个国家属于他们的 一党副主席兼登州大臣 阿默山苏里强调 外界把一党与塔利班 华等号是一项错误 他在今日的脸书发文表示 有人误认为一党是一个极端政党 并抱持偏见态度 将一党与其他伊斯兰政党 相提并论 他明确表示 这是100%不正确的 一党具备成为 现代化伊斯兰政党的潜力 将其与塔利班相提并论 是错误的 他指出 一党如今已不再是 甘榜政党 Party Campion 而是一个不仅仅局限于 政治层面的组织 并且未来将继续向前发展 尽管承认一党并非完美政党 但他强调 一党的成员和支持者 来自不同背景 阿末山苏里说 一党非常了解我国的社会结构 即大马是由多元种族 与宗教信仰形成的社会 而一党在社会中 不仅仅是重要的 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接纳 我们十分清楚 要使大马变得更加优秀 全体大马公民必须携手合作 他指出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 一党缺乏专业人士 但实际上 一党拥有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党员 只是这些党员 倾向于低调地在幕后工作和策划 以确保一党能够持续前行 在2018年上阵前 我就是他们中的议员 专业人士 针对日资公司退出龙兴高铁征集企划书 RFI程序一诗 交通部长陆兆福认为 这并不会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该计划引起了数百家公司的浓厚兴趣 因此即便有公司选择退出 整体计划仍然得以顺利进行 陆兆福强调 征集企划书RFI程序被强调为开放性的 各公司有权自由选择 是否参与其中 他指出 还有很多人感兴趣 我们是开放征集企划书的 为何需要就此感到压力 只是一家公司退出 可能觉得这个模式不适合他们 但还有数百家公司休息 对此感兴趣 陆兆福同时澄清 当前阶段并非竞标程序 而是征集企划书RFI的阶段 他表示 在这个阶段 有很多公司表示有兴趣 我们想要借此知道 他们的执行方式 据我了解 有数百家公司提成了企划书 1月15日周二 结束征集企划书后 我们才能知道 有多少公司感兴趣 之后我们才评估